第三就是Medical Expenses 这个秘密业你拿出来之前之后都没问题的 今天你买了你一年过后才有Proof 你可不可以当这个秘密业可以拿出来是可以的 不要说你之前买了不得了 或者是买之前之后没问题的 迷了之后你放了钱在第二家园一年之后都可以拿出来 OK 来过双子塔大约是9分钟的车程 距离是7.1公里 就好像是由中环开车到太古城这个距离 它是在吉隆坡里面其中一个最受欢迎的一个 你当是外籍人士居住的地方 也很多本地人外籍人士都很多 它里面刺激我们香港的好像半山那样 可能西半山刺来变成江德道 里面是生活所需很方便的 里面也是有很多学校和商场 里面是整个吉隆坡里面最多外籍人士 认识居住的地方 里面也是很多国际学校 也都最出名的那些都在里面 然后譬如说由我们的楼盘走过去 有一个叫Propet Car的商场 走过去都是4分钟 但如果你说驾车5分钟内 其实你可以到达到大约是 我认识你7至8个商场左右 这里称回说 譬如说满家乐里面 究竟是居住了些什么人 你看到黄色那里 你看到它是Long Malaysia 即是外国人 其实占了大约是5成6左右 而浅蓝色那里是Chinese佔了3成3 所以在里面 其实你主要是讲回 广东话和英文就可以搞定了 这里也是在讲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外国人 喜欢住呢 譬如一个满家乐社区 里面差不多有20间的国际学校 而最出名的那几间都在里面 譬如说右上角的Montilera的国际学校 中间这个就是法国学校 右下角就是Garden International School 其实都在这里附近 我们的楼盘其实就在这个角落头位 其实这些学校都在附近里面 刚才我说的Mall 即是说Propica很漂亮的Mall 就是在这个位置 从这里走过去 大约是4分5分钟就到了 这里会收到Propica 有些照片给大家看 里面其实你当是有很多的食肆 很多的餐厅 亦都有一间好像City Super 这样的风格的超级市场都在里面 附近也有一些比如说Montilera的Gamora 或者Montilera Pass 都在这个楼盘的附近 那说回升值潜力 刚才我说用九龙站来做个例子 其实我们今次这个项目 都有一些相类似的地方 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project 那还有铁路的connection 那其实如果大家上website看 那其实在吉隆坡 是一条叫做MRT的Line 3線 那其实他们已经是Approve 那也都是schedule了 那因为他早一两年转总统 那很多大型的基建都叫做postponed了 或者叫做慢了 那但是如果你上网看 那其实他们的站 那些位置全部都定了 那其实他们未来的MRT站 在大约这个位置 那如果楼盘走过去 那你大约可能是八分钟左右 就去到未来的MRT的入口 那这里可以看看楼盘的外形先 那我们的物业其实是有三栋 那你也看到是Monkey Era里面 最高的住宅项目来的 那也是非常之iconic 和high catching 那在楼下也有十几个商铺 那它主要是一些在F&B 就是一些餐厅和食肆为主 那样的 那这里可以再多看清楚一点 那它有三座 那分别是一、二、三座 那第一座是有59层很高 那第二座是67 第三座是61层很高的 那在八楼那里 那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设施 包括泳池、Launch 一些户外的一些Garden 那它每一座里面 在二十多三十多楼 都有一些Sky Garden 一些特别的设施 每一栋楼都会有 那我稍后也会多一些照片给大家看 那在我们看楼盘的那些Facility之前 那我也想说一下景观 那我们这次拿过来的单位买 那其实全部都是发展商之前 那些高层的靓镜单位 那我们这次买的全部都是二十多楼 至四十楼的单位 那你看到它们 向北和东的景观 那向北的景观 那你看到那些绿油油的地方 那有些人会问 那这个是空地来的 那这些会不会起东西 那这个是整个满家乐的一个地下水库 那上面是不会再建楼 那如果看后面 看东面的话 那其实这里会看回满家乐里面的一些 他们叫奔格楼 那你当是香港叫做独立屋的一些屋 那每一间奔格楼 那其实大约是四千至七千尺 那他们的起步价是三千至四千万港元 那前面远远地在这里 那其实就是刚才说的商人的位置 那所以这一堆 其实你说有没有发展商 可以收到这些地下气楼 那机会也是比较微一点 所以景观其实也是挺有保证 那再进去 那这里就是他们的大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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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左手边这里 那其实他们的发展商 是大约四年前的时候 那比如说他们画设计的时候 打算整个设计 那这个是最后面最发生的设计 那他们的分别是什么呢 那他们以前打算是 那这里是用一些 噴画式的marble 去做一个地下的大堂 那但是除了这个 譬如说建筑的技术 和那些科技在发展 那他们将来做 这个是他们用waterjack marble 就是说是一个 每一个pattern是砌下去 不是印下去的那些砖去做 而整个云石的走廊 其实是大约有20米 那每一个圆形 是大约有4米的直径 那然后这里 另一个角度看那个lobby 那其实他 我和同事谈的时候 都说这个发展商 究竟如何计算 比如说这个云石是什么呢 他在用一些意大利的marble 那里是每一块云石 那里是两米成三米的 还要说是对花的云石 那大家有做过装修 都知道如果你说 要找一块对花的云石 那价钱是贵多少 那里每一块云石 那里有三个不同的大堂 那三个大堂都有不同的主题 那这个是Tower One的 那是相对没那么好的大堂 那如果你看出来 其实你看到地面 是用模式拖出来 那长的一些 都是用一些马祖克的拖出来 那全部都是手工钱 那二座 那其实是最高和建筑的大堂 那他们更加等半 那他在说整个lobby 都是用一个意大利的 别沙沙的模式去砌出来 他连里面的厕所 每一个都是有不同的主题 那这里是说回 在白楼的一个Diamond Lounge 就是一个 你当是住客的一个 休息室 休息室 那里其实是有三层的 那里面的设计是这样的 那其实有时候 那些朋友来探望你 可能是 没有立即上去你的家之前 可以在这里坐着聊天 喝一下东西 那或者已经把电脑下来 去做一下东西 都很放弃性 那这里就是在白楼的户外的Garden 那他们叫做Chrome Garden 那这里也是在白楼 那其实这里呢 那我自己觉得也挺夸张的 我想你现在譬如说去住酒店 都不是说每一个酒店 都会有一个 那么大 那么漂亮的泳池 那这里呢 那这里呢 是一个50米的 一个sort of water 的湖外泳池 那这里呢